然後我是新聞議論壇的行政統籌 彭孝婷 那這是前幾天的那個宣傳照片 那我想大家今天看到本人應該是有點失望 那為什麼會失望呢 因為從這張照片跟我本人就知道 318那場運動荼毒有多深 然後毒害大家有多慘 然後希望從這張照片開端 然後讓大家知道新聞議論壇的每一個人 不是只有我都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主要三個部分 就是我們是誰 我們做了什麼 以及我們新聞議論壇未來想做什麼 新聞議論壇到底是誰 我們是一群學生跟公民 那當時318那天晚上 我本人跟另外兩個同學我們就在現場 那新聞研究所的學生可以理解就是 我們的作業就是要寫一篇報導 那我就到了318反黑箱服帽網會現場採訪 採訪之後就看到學生就衝進去了 然後我跟同學們就不小心跟著走了進去 我對天發誓真的是不小心走進去 走進去之後我們就展開了就是新聞 研究所的學生你就是會想要報導 所以我就開始在自己的Facebook上就開始自己發即時新聞 然後自己覺得是即時新聞 後來呢過了兩天之後就是回到家裡19號20號 我們所有的同學們就開始在討論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剛剛逸琳有講到說 吳念珍老師說做一件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去報導吧 我們就到了現場報導 那我們的報導那時候也是一方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主流媒體 我們隔天一看報紙就傻眼說為什麼跟我們我自己在現場 跟我的同學們看到我在現場報導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然後為什麼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那時候可以有不一樣的角度 關注說現場的民眾到底是為了什麼樣的訴求來 他可能是反黑箱 他不一定反服貌 他可能反黑箱服貌 或者甚至他並不了解這個議題 他希望到到那裡來更了解 所以這是我們那時候的帳篷 我們本來蹲在後面 然後那個帳篷空下來 我們就佔領了帳篷 然後就開始報導 然後我們也在一場內有記者 就是我們 這全部都是24小時輪班 然後我發誓 新聞議論壇應該是當時 所有媒體裡面唯一一個24小時都有人在場 內外現場的媒體 那當然一開始 我們叫做台大新聞議論壇 為什麼呢 因為台大新聞所的同學們殺到現場之後 採訪完之後 拍完影音之後 寫完文字之後 沒有地方可以放 然後就想到了 台大新聞所 本身有一個粉絲專業 叫做台大新聞議論壇 本來是讓新聞所的師生 用來放作業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說 那個我們就 那個管理員 那個全線開全線 趕快開全線 我們想不到別的地方嘛 就說那見放一下 見放一下 我們要報導報導 然後就丟上去 3月20號那天 那個粉絲專業 那個粉絲專業 一個放作業的粉絲專業 只有890個人按讚 現在我們有 將近14萬人按讚 那 但這個過程是非常的 奇怪的 我們自己也是沒有預料到 會有現在這樣的後果 但是隨著我們 事情 越演越烈 沒有想要會那麼久 我們的記者群也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人就聽到 政大新聞所的同學 師大大船所的同學 聽到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加入你們 然後我們就 好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們就覺得 大家一起來報導 你只要關心這件事情 你就一起來 然後我們就 所以現在 我們當時人數最高 最高人數有90人 就我們有開一個LINE群組 就是我們內部溝通用 一個90人的LINE群組 相信我那真的是很可怕 一件事情 每一秒大概都五則訊息 就是你每天 不用做別的事 就一直看那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就夠了 對 那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除了不斷的發新聞之外 我們也做了專題報導 我們做了數位專題報導 我們做了圖表 我們除了就是 我們有拿著手機相機 我們常常 每個人就是背著一台筆電 然後就是當場寫稿 然後我們的寫稿 不只是就是寫完發出去 我們必須審稿 因為我們 我們自己是念新聞 我們知道那個機制 就是必須要有編輯 我們要校正措置 甚至我們要確認消息來源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媒體 應該做到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嘗試了很多 我們在學校學到的 就是我們要有 現在網路媒體要有那個數位化 或是視覺新聞學 所以我們也有同學試著做的圖表 這就是比較 這其實就是學以之用 包括行政院那一晚 其實我們大家24小時在那邊 我自己坐在新聞台 我們那個晚上發了兩百多則新聞 我們很多記者在現場 其實是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他們就看到警方鎮壓 然後看到水車站過來 然後我們很多記者是流著眼淚 然後就是回報給編輯台 那也因為那樣衝擊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要做這樣一個專題報導 是行政院那一晚的受害者專題 還有就是 但這個是後來我們退場之後 包括林義雄先生那時候的絕食 就是我非常推薦大家就是去看 但是現在因為 因為我們技術的關係 只能用電腦看 但是他真的做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視覺呈現 然後也帶大家回顧了 那個白色恐怖那段歷史 尤其身為研究生我們還有 不要講的那兩個字就是 然後還有畢業就是 之類的就是 就是讓人流著眼淚 就是就是覺得說我們沒辦法創業 然後那可是 我們到底還能做什麼呢 我們不想放掉這樣的成績 但是我們也知道有夢最美足夢踏實 所以我們推而求其次 我們把我們想做的事情做完 我們希望可以把我們過去那段編載經驗 因為我們的經驗在 呃台灣現在媒體 新聞媒體裡面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希望把這樣經驗集結成書 我們也希望透過全國的巡迴講座 分享我們的經驗 給現在大家所謂蓬勃發展的公民記者 或是獨立媒體一些 不一樣的可能跟思考 那再來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就是一群記者 我們一群記者想要幹嘛 我們就是想要繼續跑新聞 所以我們的接下來的新聞專題 會著重在反黑箱浮帽後續 說真的現在後續大家還在注意什麼 大家還在注意林非凡 還是在注意陳維廷嗎 或是還在注意什麼 他們這些人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之前立法院的那場行動 影響了多少人 激發了台灣什麼樣的公民醫師 或是浮帽這件事本身 他的政策面大家還有在討論嗎 那這是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年底就要選舉了 在這樣子這幾年來台灣這樣子 大家所謂公民醫師或是社會運動 很多社會議題被討論狀況下 年底的選舉會影響怎樣的台灣的 政治板塊運動 因為說真的 政治是一個很直接影響到台灣社會的層面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就是以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 角度去思考選舉中很多應該被討論的 政策和議題 好 那我們想要做這些 想要做這些需要什麼 需要錢 所以我們就 我們也不希望被任何的 金主綁架 不希望被任何的廣告綁架 因為我們自己學新聞的太清楚知道 台灣過去反差中 反旺差 就是 各個 就是反 媒體壟斷之類的 那些東西其實說穿了就是一件事 就是媒體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 訴諸民意 我們就是 希望台灣民眾給予我們一個機會 給予自己一個機會 給予就是 給予台灣媒體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相信新聞的機會 如果你願意相信 台灣媒體可以更好 台灣的新聞可以更好 那我們真的很誠摯的希望台灣的民眾 可以跟我們一起 就是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幫助我們創造另外一個可能 那 做很多事都需要熱情 那我覺得 新聞議論談在過去的那二十幾天來 說真的沒有 評別的東西就是熱情跟意志力 大家都說 欸你們很棒 然後大家沒有想到是 真的是 那幾天來真的是 大家沒日沒夜的 就是熬在那邊 我們全部人放下課業 放下了自己應該做的事 甚至 沒有自己的休閒生活 可是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 非常值得回憶的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做到 我們可以做的事 對於我們發出的每一則報道 我們都問心無愧 因為我們都很認真的查證 我們做到了很多 我們在學校學到 然後我們覺得 好像以後出業界不可能做到的原則 跟條 就是條文之類的東西 所以 這個是我們 當時就退場那天 搭一些大合照 我們不是全部人啦 我們有九十個人 可是 這每一個人都 就是 大家都可以記住 這些人的臉 因為 這些人會成為 就是台灣未來 很重要 新聞裡面很重要的一份子 然後謝謝大家 然後 也希望大家 還是募捐款給我們 接著 我們ỵJ 過去 的是 我們 剛才 的